2月19日晚20点06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元宵晚会就要播出了 其中节目单也在网上公布了 目前正在紧张的彩排中 其中周深却因为这件事情上了微博的热搜 不过真的要好好谢谢道具组才行 有网友提到 央视元宵晚会上 道具组给周深准备专用的十公分舞台 魔鬼设计十分稀请 周深原来接受采访就说道 我好像除了长高能上微博热搜之外 好像没有别的能上热搜了 不过自己随后补了一句 除非长高 没错 现在就把您长高了 安排上了微博热搜 但是却是不一样的长高 网友爆料 央视元宵晚会上 周深和其他艺人 极其亮相 给观众表演节目 道具组给周深提供的舞台设计 与众不同 有图有真相 一张图片一秒说明一切 现场照片就是这一张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是他专用的十公分舞 大家是不是很惊奇呢 不知道他的人应该听过他的歌吧 你一定没听过 歌剧版好男人 感谢编局老师帮周深实现了这个想法 也谢谢道具组 赤具资搬来了这个旋转楼梯 大哥唱着美声 从楼梯上啊 下来那一段 太迷人了吧 周深 内地男歌手 1992年9月29日升 贵州贵阳人 2016年6月 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 国立音乐学院 美声专业 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不过却被耐音淘汰掉了 最后回去成了帮唱嘉宾 周深祖籍湖南 小学二年级 时随父母来贵阳定居 初中在贵阳 第十七中学读书 周深家境还算不错 父母来贵阳二零年来 在贵阳市 做服装批发生意 成绩不是很好的周深 当年 凭借唱歌特长 被贵阳市重点高中的 第六中学录取 由于身高不高 声枪一直是女声枪 甚至同声未变 一直被同学们嘲笑 但是现在都好了 他并没有 因为这些问题屈服 而是一直在成长 在加油